学折纸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纸王子 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小椅子 我用的正方形纸标长15厘米 首先上下边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边对折 展开 上下边折向中间的折 然后翻到背面 这样摆放 下面的边折上去 上面的边折下来 折大概三分之一 折的这一段大概等于剩下的这一段 然后再往下折 放到背面 放到背面 上面的边往下折 折到这个边这里 接下来 接下来左右两侧往里折 折大概三分之一 折的这一段大概流出的这一段 下等 展开 右侧也往里折 这样看 把这个部分 撑开 压下来 压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压成一个三角形 把其中一个角塞进另一个角的里面 放到背面 把这个折开 把这里调整一下 这里捏出一道折痕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小椅子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这是另一款折纸 小沙发 打开 by bwd6